這裏就是我住的城市 墨西西加市 其中之一就是商場 很多人以為是華人商場 不是來的 是一個外國人的商場 不過過去30年就有很多 譬如日本餐廳在這裏 東北式的餐廳在這裏 港式茶餐廳在這裏 賣雲吞麵的地方在這裏 其他有幾間食館和麵包店 所以很多人以為這裏是一個華人商場 華人商場不是的 是一個外國人來的 因為很舊的了 已經五六十年了 以前我剛來移民的時候 生意一般 但近來多了很多移民 所以就開始旺了很多 已經旺了很多 以前這裏是一間超級市場 但連超級市場都做不住 倒閉了 不過情況很大的 白色的位置那裏 將來可以分開六間到十間 租給的人做餐廳 這樣就好了 做到一個食街 但現在還是疫情關係 還沒有人來投資 我想遲些疫情 正式宣布結束的時候 還有希望多些香港人來這裏 投資開小餐室 小飯店 通常現在一般來開得很大很大很美 全部都是大陸的資金 香港人就很少再來這裏開 開到都是比較小型家庭食 或者兩夫妻做那種 我本來想今晚跟其他幾個小孩一起吃晚飯 但他們剛剛好兩個人的小朋友 唯有我們自己幾個來這裡吃 只有這麼少人叫不到很多菜 所以就來茶餐廳 這個餐廳開了幾十年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裝修 普通都是茶餐廳的類似 還有一些菜食 剛剛你看到那個紙牌 就給我們寫下我們的名字 電話號碼 萬一餐廳有人感染了COVID-19的話 他會通知我們通知證據 就是安全原因 我叫一個餐廳 就是會加一個湯 就是送一個湯 包一個湯 還有包飯 吃飯 那我兒子自己叫的那份餐 就是有飲品 但是要加錢 因為他要喝涼奶茶 他不喝熱的奶茶 因為涼奶茶很好喝 我覺得好喝熱奶茶 尤其是未聽人 那他那個餐就包湯 還有包麵包 就是這些麵包 就是一般茶餐廳的 以種的貨食的麵包 就是 沒什麼特別的了 你吃一間茶餐廳下去 他都是這十幾樣的菜式 那 點都好過你去吃那些 外國人連鎖化餐店 千天一律 我其中一個小小小小小小 horse 叫做 所謂俄羅斯牛仔肉 配意粉 那數量也很大 味道也很香 就這樣問一下 秋天真的到了 現在很冷 外面已經很涼很涼 就算進去餐廳也有涼的感覺 所以秋天已經正式外臨了 不過我很喜歡秋天 尤其是加拿大有秋天 這空氣很漂亮很舒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羅宋湯 怎麼會弄得這麼辣的 嘩 我不喜歡這麼辣的東西來的 不知道是否徐司幫取一時 不小心落得太重 還是放久了要加些辣料 我不知道 但是我喝這麼多羅宋湯 我沒試過喝這麼辣的羅宋湯 怎麼說呢 或者很多人會喜歡 但不是我 不是我的杯子 我叫了一個椒鹽鮮油 很香很好吃 脆薄薄 我最喜歡吃的 這個份量不是很大 適合我吃 我還有一個小侄在這裡 叫他幫忙 其他我兩個就 約了朋友 放我們飛機 不肯跟我們吃 所以沒辦法 只要來茶餐廳叫這些吃 本來打算去吃 去熱菜館吃的 都沒辦法 這個小燕鮮油炸得很好的 很脆 裡面的鮮油很嫩的 我最怕有些餐廳 有些小燕鮮油 很滑滑滑的 我去一次永遠都不會再去的 這間是OK的 所以我才叫回去 是這個小燕鮮油 是這個小燕鮮油才是 我試了我的小燕鮮油 滿意滿意 炸得很酥脆 又很嫩滑 份量又不太多 OKOK 我小燕鮮油 叫的這個 俄羅斯肉 那個 意粉餐 也是大份到 大哥 你看看 他吃了很久 還有這麼多 剩 如果你是一個大食的人 叫這個餐就OK了 怎樣都好 你去那些快餐店 吃過那些 現在的漢堡包仔 或者吃那些炸雞 你是不夠飽的 這個包你吃得飽了 這樣呢 我另外叫一個 就是 椒鹽豬扒 粟米椒鹽豬扒飯 也是煎炸菜 我告訴你 我從小到大都喜歡吃煎炸菜 家人經常說 我一點都不健康吃點 但我真的很喜歡吃煎炸菜 你可以想而知 當然 因為我現在是減肥期間 沒可能吃那麼多 所以我現在就靠這個小燕鮮 幫我 吃下去 不要緊 慢慢不够 好 謝謝 我試了我那個 熟米炸豬扒 分量真的太多了 幸好我有兒子幫忙吃 如果可以加多點熟米 再奶油一點 就更加好 豬扒肉很多 但我覺得 我覺得它的豬扒應該炸得脆一點 最好 現在反而不是很脆 但以價錢、以數量 還可以的 如果你喜歡吃肉的 很大食的 你只要一碗飯 適合你吃 但我就是因為 我有兒子幫忙 所以我們不怕 加多了兩件 另外一個 又叫做 咖哩豬扒飯 又挺香的 不過這間餐廳的份量 真的很大 說不定 因為競爭大了 開了一些新的 華人的 香港Style的 快餐店 和茶餐廳 就是 價錢 已經加了很多 加了三元一份 那它唯有 把材料多一點 和味道做得好一點 如果不是不行的 因為有的競爭才有進步 其實是好事來的 好事來的 那當然 好像我經常說 你大份沒用的 如果不好吃 那最重要 你慢慢改進 又要好吃 又要好吃 又要新鮮 大小都無所謂 那剛才我還沒說 那個 羅宋湯 很辣很辣 有沒有搞錯 我從來沒有這麼辣的羅宋湯 沒有可能有事 少少辣 都說了OK 那 我再不問問 就看了 原來它那個餐 都有點辣 那我們懷疑 要是 是 是那個幫萃 不是大萃煮的 又或者那個幫萃 不知道大萃 已經加了 辣粉下去 它又再加多次 所以這麼辣 絕對是 有 一個 人 加多了一些辣 下去 我叫的菜 原來是包飯的 每一個菜是包一個飯 那我叫了兩個菜 就 有碗小飯 你說 但是 加拿大吃東西 是不是很實惠呢 挺大份 這個送三個人吃都行 不過我不怕 有人幫忙 所以沒問題 我一個人就吃不完 這碟熟米豬扒 怎麼吃得完 這麼多 是不是 這個炸豬扒 粟米飯 數量就很多 如果你 剛才好像我所說 你肚子餓 一個人吃可以吃很多 但問題好像我所說 它的豬扒炸得不脆 那個 那個 粟米 不夠creamy 味道稍微淡 那些 如果 豬扒炸脆一點 那個 粟米 creamy 味道再重一點 就會 OK 現在 給 55分 到60分 所以 剛才還沒說 這兩個菜 裡面 那個炸完蒜油做得比較好 所以 我們就吃完了 是不是 大家好 我已經吃完了晚餐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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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萬不要想著是哪些什麼精美小食啊 或者是大槌製成出來的精心製作 那可能就肯定不是了 就是呢 好過我去food cart 吃那些fast food 這樣呢 就 啊 價錢幾十位 因為這些數量幾多 呃 但好像剛剛所說的 如果我那個豬扒炸得更 of a 還有那個粟米多一點 還有奶油一點 這樣就更加好 吃完才有OK 蘿蜜湯是用手放得很辣 這個是一個擺盤 這間餐廳不可以這樣 沒可能的事 因為所有蘿蜜湯 大部分都是不會辣的 偶然會有一兩間 有少少的辣 是不提提味 不會是辣到這樣的 一定是出錯 你開餐廳 這樣交法就不行 因為我的小鳥 他又吃了他的餐 辣了一點 所以我懷疑是幫助他掌握手的原因 除此之外就OK了 無風無險又過了一餐 在這裏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分享給你朋友 訂閱 訂閱是不用指的 給個like 留下言 祝大家身體健康 麻痺 下次見 拜拜 記得訂閱 看一下我的playlist 我除了這些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video 你一定會找到一些你喜歡看的 下次見 拜拜 … samen 我 看到 就會 在 hele